插播最新消息 总统府今天有车冲撞 下午4点41分 被一辆喷友认知作战的 白色轿车蓄意的冲撞 最新画面也曝光了 这辆车我们看到了 很明显他喷了很多抗议字眼 现场的宪兵警方立刻冲上前 并且控制驾驶将人逮捕 根据了解呢 他是一名年约60岁的男子 今天下午呢 开车到内湖的AIT 在车道前按喇叭 保留总队发现之后呢 立刻通报内湖的康宁派出所 远警到场劝他离开 没发生冲突 不过杜信男子随后呢 开车到了总统府 沿着凯达格兰大道 往东往西的方向加速行驶 在今天下午4点41分 在重庆南跟凯达格兰大道路口 踩油门冲撞总统府的 三个同志花台 稍早已经被中正义分局上考逮捕 现在警方会朝着 社会秩序维护法 以及公共危险罪嫌 进行侦办